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线上的每日曙光 今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 在主里有信心,在主里有信心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诗篇116篇二节 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我一生一世都要求告他 诗篇116的这个作者,他一生都要求告主 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打从开始就迫不及待 毫无犹豫的说出我爱上帝,我爱耶和华,我爱我的神 然而作者的爱并非是那些盲目的爱 因为他能说出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理由呢 是代表着这种的爱,这种上帝对他的爱 他对上帝的爱是非常可靠的 理由常常是说到主常垂听 垂听作者的这个的祷告 甚至是侧耳听作者祷告的声音 我们是否会觉得很庆幸 在很多的时候,甚至是常常 主都在聆听我们的祷告 其实不管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间,甚至是任何地点 神都在聆听,倾听我们 事实上上帝就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神 在我们极其需要的时候 他会给予我们及时的帮助 而且他的时间来的永远是最恰当的 纵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神啊,为何等待的时间那么长呢?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绝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 因为在诗篇的116篇里面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见 他是一则很重,很个人的感恩之诗 而且是出现在这个作者 个人的经历里面 在里面这个整段的 这个诗篇116篇的诗篇 我们可以看见全诗是有19节 却共有32个字 是说到我字 而且这我字也多次的提及 我要 因此他除了是感恩的诗 也是一篇立志的诗 立志就是我们要对上帝更大的信靠 更多的托付,更多的依靠 也帮助我们要看见 在我们一生一世 还活着的日子 我们要不断的向神感恩 不断的去爱他 不断的向神呼求 而且他也必在他最美好的时间里面 来意义,来到垂听和应允 因为上帝是失守月慈爱的神 所以我们其实不必去担心神 你听得见吗? 其实神都听见了 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 他其实都在听着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等待的季节 我们很多的耐心被磨掉了 就好像 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 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 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们的呐喊 祷告呢? 你好像没有在回应 其实,事实上 神都常常垂听 常常都在聆听我们的呼求 我们的祷告 只是说 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机 他必定会应允着我们 所有的一切 是按照他旨意里面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等待的季节里 失去了耐心 或者是有点失去了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要在他里面学习等候 学习等待 学习去成熟 还有去在他要成就的事情里面 可能学习更大的去仰望他 在他里面建立更多更大的信心 可能是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 因为相信的就是神 他也曾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不只是一次回应过我们的祷告而已 甚至是无数次的 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的季节 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的去回顾 去回想和记住 神对我们所施展的慈爱 供应和奇妙作为 并帮助我们能够坚守在上帝 他美好的应许里 因为无时无刻 在任何的时刻 神他都绝对会在他美好的时间里面 去回应我们一切所需 Amen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